有怨情平等 那时候你就没怨情在座了 因为你已经平等了 那又在座 就是不平等了 就是不公平 所以他才有在座 所以你给别人 怎么没给我 所以那这些 当然你要达到这种 所谓平等的空性 那你要有这个练习的过程 不失世界忍辱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念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各位观想 比如说 恭敬礼拜 佛像佛塔的果报 那你要观想 大家都在拜 各位你最好 在你的地方 或是车上 一定要有一个佛塔 小小的没关系 佛塔里面有佛像 这成为你 你归依依子的对象 在礼拜 因为这代表我们的自信 代表我们的菩提心 代表诸佛的加持 所以那你在念的时候 你要这样观想 你已经在拜了 而且同理大众 带着众生在拜 那你有这个果报 是他第一个写的 言辞柔软 为什么 当你在拜佛 你拜塔 你一定心里很虔诚 在念的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本事释迦牟尼佛 所以自然你的 讲话的声音 会言辞柔软 调查一下 自认为言辞柔软 那请举手 不骂人就不错了 所以各位 那你拜托 你多拜一些吧 因为你没有言辞柔软 讲话 特别对你的家人 各位 你的家人是你最亲近的 干嘛讲话这么凶呢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 你要从周围开始做起 但是就是因为拜的不够 供养的不够 所以千万要讲好话少 讲坏话多的 人家很小心 甚至有些人反正不骂人 但是你也从来不讲人家好 你不称赞别人 那这个就没修行 因为我们是从 礼拜佛塔里面 目的是要去赞叹众生 所以把所有的不圆满 都把它朝圆满的方向去引导 所以来 大家念一下 恭敬礼拜佛塔果报 一言辞柔软 二智慧超群 三仁天欢喜 四福德广大 五贤善同居 六尊贵自在 七横欲诸佛 八清净菩萨 九命中升天 十肃正元吉 所以第九命中升天 在佛前供养 哪怕一朵花 都可以让我们有 升天福报 然后我们要追求 正阿罗汉的人 还是要追求 圆满成佛的人 那更要以这个做 资粮 所以这一点 老实说 缅甸啊 泰国啊 尼泊 他们这个建佛塔的这种认真 供养佛塔的认真 老实说超过于我们汉人 我们汉人就是佛塔不多 就几个 然后愿意拜的拜 不没有拜的就 但是对 如果各位去不担 那就缅甸了 反正他们故意车子 中间要放个佛塔 让你绕一下 那缅甸人只要看到佛塔 一定按那巴 啪啪这样供养 所以那不单人就会绕一圈 所以这些各位 你最好在家里 供养佛塔 然后将来各位要发愿 来造佛塔 你要世界各地去造佛塔 特别是修复旧的佛塔 旧的 所以我们这个造塔 我们已经在德国造了两个 都是旧的 一个是柏林的 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帮他们恢复 恢复 然后这次要去盯英国 英国也刚刚造好一个 然后他们觉得很好 当地的官员说 很多地方你们要不要造 因为他认为 他问我们佛塔是什么意思 那天开幕 我没办法去 但是他们叫我讲话 他们录下来 因为我说佛塔 就是一种爱跟慈悲 佛塔是一种人格的 发展 最圆满的 所以当你绕佛塔的时候 身材会好 语言会好 心会快乐 但是你一绕佛塔 它就会发光 然后那些往生的 就会超度 这句话他们最喜欢听 因为为什么佛塔 因为隔壁是他们 英国军人墓 这边就放一个最大的植物园 所以听说能够超度 他们最高兴 所以这是地上给他画 往这边绕 又绕 念什么 念你的耶稣 念你的上帝 念你的爱都没关系 反正你就念好了就对了 你只要去绕 你的身口意义就会净化 会健康 会发财 会出身高贵 明明到佛塔都有这个功德 而且佛的力量 就会展现出来 所以世界各地 只要有佛塔的地方 哪怕一只蚊子 有些东西要有心 才可以得到功德 佛塔这种不供 一只牛一只马 一个不小心去碰到佛塔的 都会脱离上了岛 所以以前有一位 很有钱的人 在佛陀在讲法的时候 他在做了大供养 供养完以后 就走了 他也没听佛法 人家就问佛陀说 那个施主为什么供养这么大 他是做什么功德 然后他为什么没有听法 佛陀就说了 以前有地方有个佛塔 就有一只野猪 屁股养 没地方磨 他看到了佛塔的角落 他就磨两下 就走了 因为这样他后来就升天了 但是因为他也没有听佛法 所以他现在来供养完 然后他就不听佛法就走了 所以各位 所以佛塔这种圣境 你光碰到 那就会有加持 跟你佛教徒 非佛教徒都没有关系 这一点我认为天主基督教他做得很不错 他们的服务上面都摆着他们的圣物 对不对 十字架 圣母玛利亚 代表他们对他们信仰 泰国缅甸也不错 我仍往生了给他照个佛塔 骨灰放在下面 这也是个方法 但是无论如何各位 但是就算你没看到佛塔 等一下 观想圣境 永远要记住 现在我们在念你就在观想 礼拜恭敬佛塔 然后呢 得言诚柔软 你要这样观想 所以各位要 要从内心里面去学习这个观修 然后呢 观修久了 你的心灵力量很强 再加上 当然你不能是忙于观修 这是两种福慧双修 两种都要做 实际上都要去做 内心保持这个观修 再来清洁佛塔 我们刚出家每天就忙这个了 这里面写的佛塔 包括大殿啊 佛像啊 擦地板啊 各位要 每天擦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你儿子很会生气啊 重业这样很重啊 那你就叫他去做义共就好 多去擦 多去擦 所以经典说 擦佛塔一掌地 就是一个手掌的地 把它擦干净 超过擦整个地球世界的功德 因为三宝是圣物 所以各位 我觉得我们汉人也应该学 缅甸人跟泰国人很好 每天都要去遇佛 遇佛 你去请一尊不会坏的佛像 那是浴室座 每天都给它洗干净嘛 浴佛 浴佛完以后我们还会用 就像哈达一样 给它擦干净 然后再给它供像 然后再给它供花 那我想你要从在家里慢慢这样做 所以来清洁佛塔的果报 一 身相圆满 二 身体端直 三 因因为妙 四 远离堪称痴 五 入五从事 六 种族最上 七 高贵自在 八 命中升天 九 身体洁净 十 宿正圆吉 所以一个人身材好 身相圆满 身体端直 声音好看 好听 内心不容易有贪嗔痴 走路没有障碍 而且出身高贵的种族 种族最上 因为你庄严佛塔 所以佛陀特别的说 你经过佛像佛塔 看到一个花枯萎了 赶快把它拿下来 这也叫清洁佛塔 因为枯萎了不好看 你把它拿下来 或是人家点灯在那边 各位要经常注意 那个灯已经熄掉了 你赶快把那个灯座要拿走 拿走 有时候我去人家家里 看他在供茶 看上面 已经没水了 只有那个渣 不知道供多久了 可怜的佛 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换新的 把旧的拿下来 而且 一些藏传佛教来说 空杯子放在那边一定穷 你只要供佛的水 一定要九分满 那你要放上去 你是先倒好 然后再放上去 你不能把杯子放在那边 然后再倒上去 因为你一放上去 那就是空杯 我们是在旁边倒 或倒在盘子 再放上去 就不让他有几秒钟的空 随时供在佛前 都是如此 再来供养散盖 那这一点 也是泰国佛教缅甸做得最好 那我们上传的还不错 这个又代表散盖了 就供在佛的顶上 但是缅甸佛教的好处是 你经常可以去供 因为你可以买金色的白色的 白色代表超度主线 金色的满众生缘消除烦恼 因为我们缅甸人没有在念 那个任言咒大白散盖 但是他供散盖就是那个意思 断除这些障碍 所以每一个宗教 每一个宗教的修行 就是传承 但是他知道 因为他说你供养金色了 就可以断除所有的这些障碍 烦恼 贪嗔痴 那就是大白散盖的意思 所以供养散盖 遮佛大国宝 来 一 离热闹 二 心不散乱 三 做地方首长 四 事业广大 五 福德无量 六 做国王 七 身相圆满 八 远离三恶道 九 命中升天 十 宿正圆吉 所以各位 有时候他们那些上师来法师来 帮他撑个伞 对不对 那些很庄严的伞 将来你做国王 做地方首长 为什么 因为你去庄严 庄严他 你也自己得到庄严 身相的庄严高高在上 这也是 而且里面事业广大 等等等等 所以 这些各位最好天天做 什么叫天天做 你在家里买一个伞开 可以动的 每天拿下来 再拿上去 对不对 拿下来再供下去 拿下来给他 插一插 代表一种进化 然后再给他供下去 那就像你念佛一样 你念佛要念一万声 那你要发愿 我供散开 要供一千词 像我这个懒人 那我也很方便 我在缅甸就 一直散开多少钱 我就出一千词 你们帮我供一供 至少我资粮都做到了 所以 甚至别人要买散盖 做什么 你都 如果各位有去 请佛教文物店 看到很庄严的散盖 大家合起来请一支 就送到那个寺庙去 对不对 那个寺庙有大法会 他们就会拿出来 那就你要 你要用尽智慧去 累积广大的资粮 所以这个果 是百分之一百的 各位千万不要怀疑 如果你发觉 你心会散乱 你经常会有认 你福报不够 讲话没人理你 那就是你在某方面 福报做不够 所以各位 这个修资粮 各方面你都要去做 来弥补自己的不愿 再来 以忠灵供养佛塔果报 一 端言无比 二 音声美妙 三 声如妙音鸟身 四 言词柔软 五 间接欢喜 六 得阿难多文 七 尊贵自在 八 美名流传 九 命中升天 十 宿正元吉 所以在佛前做供养 来世都可以升天 现世有福报 那只是说 你希望声音好听了 甚至你记忆力很好 你儿子记忆力不好 那你要 人家佛塔那边 然后坐好了 或是寺庙外面 有时候四边都会挂 叮叮叮叮叮叮 现在到处买得到 对不对 他们坐得很漂亮 也送去寺庙的地方 或是寺庙外面挂着 所以得阿难多文 那你就可以 天空佛法 记忆第一 等等等等 所以佛陀讲了很多 美生比丘 就是一个比丘 一唱 就像马民比丘一样 一唱 所有的马头 所以战争回来 听到那位比丘 一念诵 所有的动物都停下来 阿兵哥坐在那边 听这么好的声音 那个时候国王 就跑去找佛陀 那位比丘在哪里 那位比丘在哪里 结果佛陀就把他请出来 哇 那个国王怎么会是他 奇丑无比 但他声音特别好听 那佛陀就讲了这个 因为他过去 是一个工程师 类似 人家要造佛塔 结果他就骂了 浪费浪费 把死灯骨头埋在那边干嘛 等他造好了以后 国王说不造我就看